之外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想要知道说 台北市哪一区 或者是哪一条街 的窃盗案件 最高 然后哪一条 由高到低嘛 我想要知道 台北市哪里治安最好 我想知道 台北市哪里治安最不好 还有呢 我想要知道 台北市哪个时段最容易遭小偷 小偷说什么的时候 因为失窃总会有报案吧 报案总有报案时间嘛 对 我想要知道是相关讯息的话 有没有办法得到这些东西 对不对 比如我想要 买房子在哪个地方 我就可以参考一下 OK 虽然现在 台北市的房子真的是 我看591尾打开 然后在附近看一下 好吧 我还是 算了 不然 买了房子之后 可能要当乌奴了 OK 要不断努力赚钱 现在随便 1000万买不到什么房子 OK 好 那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找什么 找那个 窃盗吧 我记得好像有关键字 窃盗 那哪方面 他不只 刚刚我们是讲那个是 应该什么 住宅窃盗 有没有 他其实还有什么汽车 哪一区哪一条街上 车子最容易失窃 还有机车 还有自行车 这些 你会发现 他其实列的还蛮详细的 那我们找一下 住宅窃盗 这边有 然后被使用次数 138 次 好少 CSV 刚刚好符合我们需要 所以你可以发现 预览一下 这个资料就在这里 所以有 有没有 而且他 甚至有编码方式告诉你 Big 5 Big 5 就是 CP950 不过有的时候说真的 我之前有遇过 他告诉我 CP950 可是实际上里面放UT28 没有 反正自己再确认一下 因为 像这种东西 那 没关系 OK 里面的话就会发生说 什么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看 我觉得在Excel里面看好像比较清楚一点的 打开 你会发现他会帮我列 编号这边卡错向下 总共2900多笔 这是一个工作 那是104年 104年到109年 这其实还蛮多的 109年的6月 然后呢 里面的话 有类 按这个什么呢 按类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看 资料里面有筛选看一下 他好像是一种 住宅 所以这个栏位其实可以不要 因为等于多余嘛 然后按发时间 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个月哪一天 而且他会什么时间发生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最容易失窃 OK 然后呢 哪一条 街上 他还有 不过你会发现他一个地址 但如果将来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哪一条街 甚至哪一区的话 怎么办 OK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们可能 像这东西 你就必须 先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话 变成怎么样 要先把哪一区切出来 哪一条路切出来 因为我 如果只要路来 我不要什么巷弄那些 所以你可能需要多增加两个栏位 把什么哪一个区 哪一条街 先切出来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OK 请会有信息说 可以试试看 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我之前是有做过 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我增加一个区 增加一个路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切到这里面来 那其实怎么切过来 其实还是最简单的方法 不用太复杂 用Excel的函数就好了 用什么函数 用MID就好了 有没有 MID因为刚好哪一区 刚好在台北市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刚好我看过 刚好 就是第四到第六个字 所以我用MID 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 那哪一条路比较麻烦 哪一条路怎么做 然后发现 用这么多公式 还配合什么 用FINE MID然后配合FINE 那FINE什么呢 先FINE区 区的话找到区的后面那个字开始 然后呢 再FINE路 有没有 或者再FINE街 然后最后的话如果发生错误的话把它过滤掉 最后做出来就是这个 有兴趣同学可以试试看 大概就是这样的公式 OK 那 再来的话呢 我就用枢纽分析表 我就做出结果来 分享给各位看一下哪一区的失线按键最高呢 第一名的话 没有意外 中山区 有没有 因为中山区之前没有林申 林申北路嘛 对 然后 其实是士林区 北投区 士林北投 看起来好像都比较偏北方 以前好像记得 那边 哪些地方治安最好 那没有意外 就市政府在的地方 因为那边景地最多 然后呢 隔壁刚好就松山 然后呢在文教区 就是那个文山嘛 然后大安 这好像都没有特别意外 对 没有 那我是根据什么 把那个区那个栏位做出来 然后再去统计 OK 也是用枢纽分析 有没有 枢纽分析表 然后加上枢纽分析图 其实Power BI也是在做这些事 只是说Power BI它有Dashboard嘛 它有好多个Dashboard 你可以把 这所有的东西串在一起 那只是说在Excel里面要分开 那哪一条街 失窃案件最高 其实没有意外 应该是在哪里 林申北路嘛 对因为那半夜都不太安宁 所以晚上不要 没事不要跑那边 还有一条我觉得也蛮恐怖 因为那一天我刚好去万华住那边 然后晚上去逛夜市 一逛逛到老松果小 旁边那一条路上 老松果小旁边那条路啊 居然那个巷子里面啊都 那个暗藏春色的感觉 有没有 而且 如果是单身的男生最好不要跑那边 可能会被拉走吧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条路 治安最差 第1名的话 南京东路 我是没有再统计几段 OK 不过南京东路大概 一段那边吧 接近那个 第2名的话就是林申北 第3名就是 明泉东 也在那附近而已 中山北路 OK 治安最好的地方 治安是在哪 没有没有 治安最好的这边还有 没有 没有跟着 我是把那个 治安最差的前 几条路 把它列出来 所以 大概就这几条街吧 OK 那 什么时间 这边 发生 发生窃案 机率最高 其实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就是当你 上班出门之后 小偷才会来嘛 在家 小偷怎么会来 还有当你已经熟睡之后 应该小偷才会来 所以我记得好像是什么 大概是在 早上10点到12点 失窃 最高 也就是他已经等 大家已经都去上班了 那其次当然就是晚上 20 就10点 晚上10点 对 然后 后面的话好像就比较少一点点 大概4点 到6点之间 大概都这个时间 那相对最 比较少的啦 就是大家都在家的时间相对会比较少 最少的是那个8点到10点这段时间吧 大家都在客厅或者在家里 其他还有什么 就做一个那个 这个复合的长条图啦 里面的话我是把 每一区什么时间把它复合在一起 那也看到 失窃案件的每一区的一个 综合的状况 哪个时间点 那大概就可以有一个图出现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请各位 这一题的话 我就不 不再 就是多 多讲了 所以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找一下那个 大平台上面 找一下住宅窃盗 这个资料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可以思考一下 也许 我刚刚是用的是那个 Excel来做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要 类似的结果 你希望用什么 用python来完成的话 这边的话该怎么做 也许可以尝试看看 我这边我刚刚是打 窃盗 它会跳出来 窃盗它就还蛮贴心的 甚至你也可以找什么汽车窃盗 或者机车窃盗 自行车窃盗 很多资料 所以在那个大平台上面 其实它也提供了还蛮多的 这种开放资料 让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相关的资料 好 好 好了 好 好